开车组注意咯 台中市第三波的共享车位 11月开始是营运 开放南区西屯区还有雾峰区公所等7个场域 即日起到11月17号 民众都可以免费的停放 未来也会开放月票购买 希望能够缓解夜间还有假日车格 一味难求的窘境 地面重新粉刷画像清楚的标线 这里是台中南区公所地下停车场 11月开始开放共享车位 提供民众做停放 为了让机关学校在下班以及下课或是六日的时候 他们的停车格位能够共享出来给民众来停放车子 所以台中市政府我们开始推了这个叫做机关学校的共享计划 台中市共享车位共分三阶段实施 11月开始进行第三波式营运 开放南区西屯区中区乌峰区大雅区 神岗区公所以及无期亲子图书馆七个场域 共243个汽车停车位 适应日时间到11月17号 民众皆可免费使用 缓解一味难求的窘境 那过去还没有开放之前呢 其实在下班的时间 几乎我们的停车场都是闲置的 那11月18号开始呢 如果有来区公所这边或者是到邻近的餐厅用餐 那需要停车的话 那我们公所地下一楼跟地下二楼都有提供这个收费的停车空间 我们这里有一个公学路它的算一个小商圈 然后晚上的时候都很多人去吃饭 然后都会违规停车 那有一个正安全 然后又是一个正式的停车位的话 大家就可以下来停车 然后再去吃东西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找不到车位是开车族最头痛的问题 透过共享车位计划 将停车空间发挥最大效益 不仅提升夜间及假日的停车隔位 也能带动周边商圈的活络